这个老头可真健康 跑去超市挑选艳运棒 一拿还是两只 回到家后 就立马给70岁的妻子用 回一回 陶一看着艳运棒上的两条杠 他简直不敢相信 两个月前的一次放纵 居然让70岁的妻子有了宝宝 就在昨天 陶一刚到家就看见妻子满脸严肃 桌上摆着的艳运棒 声明晃晃的两条杠 曹一并不相信 以为妻子饭老年痴呆了 这个问题有点难 有书学好的小伙伴帮妻子回答吗 一系列问答下来 足以证明妻子的脑子很清醒 这回轮到曹一萌了 开始上网查阅资料 30岁就算高龄产妇了 那70岁的妻子算什么 第二天一早 曹一就赶忙去超市购买新的艳运棒 妻子测试后 依旧是两条杠 面对这样的结果 两口子决定去医院做个检查 因为怕丢人 所以两人走了好远 来到一家偏僻小医院做检查 看着荧幕上的B超 医生也傻了眼 由于妻子年龄太大 小医院的医生有些顾虑 便对两夫妻说 如果想要更全面的检查 还是去大医院吧 回去的路上 妻子显得无比幸福 因为这是她和曹一的第一个孩子 但曹一却高兴不起来 65岁当罢 70岁当吗 但无法想象 世人会用怎样的眼光看待他们 70岁怀孕很丢人吗 这个老太太正在做产检 看着荧幕上的B超 医生表示 简单的一句恭喜 却让妻子差点没忍住眼泪 这是妻子怀孕以来 第一次被人祝福 她已经70岁了 才怀上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 你可能会觉得很扯 但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日剧 当妻子告诉丈夫她怀孕时 丈夫非但不高兴 还以为她老年痴呆了 丈夫的怀疑不是没道理的 毕竟女性最大受孕 年龄在45岁至55岁之间 超过30岁 就是高龄产妇了 自打怀孕后 妻子年迈的身体更累了 上班时闻一点味道就想孕吐 还会因为体力不值 隐倒在地上 于是 她向领导提出辞职 很显然 老板根本不相信70岁的妻子会怀孕 第二天 朋友提问她在上班途中晕倒 便前往拜访 以为妻子只是普通的贫血 妻子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拿出医院拍摄的必超照片 看妻子不像在开玩笑 朋友有些着急了 朋友的话 让妻子沉默了 她一直沉浸于怀孕的喜悦中 却从未考虑过未来 她与丈夫终将会老去 那孩子该怎么办 听问70岁的妹妹怀孕 80岁的哥哥连夜坐火车过来 逼她打掉孩子 腹は膨らんでおらんな まだです これからです ならいい 下ろしなさい まだ間に合う 人にも知られない どうして その年で産むのか 産んでどうする 季節に入れるのか やめてください 妻子出身于重男轻女的家庭 很早就离家打工 与家人的联系也少 几十年来 唯一一次联系 是将自己怀孕的是告知哥哥 可非但得不到祝福 还被劈头盖脸的臭骂 哥哥的话 让妻子再次产生动摇 他半辈子过去 都没能当上妈妈 却在七十岁这年意外迎来新生命 所有人都在反对他生孩子 所有人都在告诉他 如果生下这孩子 就是对他们的不负责 就是自私的行为 但这时 丈夫却从房间出来了 恥ずかしくないです パサイチさん 君は産生なのか 産むのに 其实朝一一开始也是反对的 他在意世俗的眼光 也害怕自己没法照顾好孩子 可看到妻子因为怀孕 每天都沉浸在喜悦中时 还有在医院做四围采钞时 他第一次看到了孩子的脸 那也可他觉得没有什么事 能比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更加令人期待 尽管在不久的将来 朝一和妻子都会死去 但正是因为要离开 才应该生下孩子 努力地活着去养育他 直至离开的那天 丈夫的话 无疑给了妻子莫大的勇气 别人的质疑 他都可以不在乎 唯独丈夫不行 因为那是他唯一的依靠 70岁怀孕 并且将孩子生下来 有很多人认为 那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是对孩子的不公平 也有很多人认为 当父母并不分年龄 那平目前的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看的就是他身边的质疑 都不在乎 我看的他身边 我看的身边 有很多人认为